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科技产业的话一般我们的需求变得比较大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用Scrunk的方式做敏捷开发 那可以让我们比较有效率透过每天的daily的stand-out meeting 去掌握这个专案的进度 有2012的话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整个的工具 那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变得比较方便 那它有提供一个dashboard的功能 那你可以很歧视就可以看到说目前工作的项目哪些未完成 可以马上的看到 那它提供电子白板的功能 你可以是直接在每天的那个stand-out meeting的时候 就直接去做工作的分拌 那甚至说时速这边的调整 以及说资源这边要做一个分配调度这样子 也可以很方便即时就做 那因为Winbar的话它的UI方面 它视觉的效果非常的强大 利用它这个优点 所以我们可以让工程师很清楚的看到说 目前每个线它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 那它可以很清楚的那个知道它的讯息 然后就去做一个即时的反应 就是我们产线其实工程师他们希望常常去 check产线的状况嘛 所以他们是会走来走去 所以像目前开发这个Winbar 这个app的系统嘛 它就可以放在平板上 所以它的行动力会比较高 那产线的工程师呢就可以带着它的平板 直接去线上check目前的问题 刚好这次采用了就是我们Windows 8 app的这种开发方式 所以我们能够在系统上用红一灯的方式 让user可以很快的看到 比如说绿色呢就代表的是目前状况正常 然后红色可能就是代表的就是需要去处理的状况 这样子 团队来说我希望团队是自主者 管理的干预越来越少越好 那其实这个精神就跟视光是一步 我认为视光跟Agri的一个方法很好 然后是说它是大部分的bam 你可以去调你要的动作 而且是由团队自己去调